大家好,我是无情小美妞,带您两分钟看完如意芳飞第37集,傅夫,三叔与小七也来祭拜,他们本来为了如意楼知识来今,却没想到行动竟牵连到傅品言,终至其丧命,傅蓉此刻没有时间伤心,她还要带领如意楼走下去,召集了所有兄弟小村集合,吩咐他们这段时间先隐蔽,连带着村落的孩子们也四散而去,而小七与三叔则继续跟随傅蓉调查如意楼失火仪式,今夜的提醒四前后迎来了三拨人, 先是小七翻阅了如意楼失火的卷宗,又是文型悄悄窥看,之后才是许家再次翻看卷宗,依据上面所述,如意楼发现的尸体只有一句,那么这件事就证明了,徐静所说的张燕纵火都是谎话,她直到上一刻还希望能相信徐静,恕不知提形思卷宗一早就被安王改过,张燕的尸体,连同假冒金一位的人也都处理干净,葛川一听便发觉,一定有人篡改卷宗,烦请吴百起多多调查,但吴百起有事,这件事他推给别人 做了,改天陪着傅轩来到红村别庄,这间院子本来的买主只给三百两,但忽然新来了一位买主阔绰,直接给了一千两,见傅轩高兴,吴百起在后面暗自笑了笑,他还不知道这间宅子已经卖给自家人了,傅容心内挣扎万千,终于提笔写下了寥寥数字,连同白山与童簪一并送到了宿王府,那封信上只有五个字,相思与君爵 回来的路上傅容阴导,安王正好遇见他,将其带回居水小住休息,许家在长街打探雇员下落,正巧也看见傅容进了居水小住,今夜徐静在王府宿醉,傅容在居水小住落泪,安王想着一杯毒酒料理了雇员,忽然傅容找他,便中途离开一趟,就是这个空档雇员发现酒里有毒,等他与傅容说起,母飞衣一同引大火烧身时,才得知雇员跑了,找了居水小住整间院子,雇员却藏在傅容那间, 自然无人敢搜查,等搜查一过雇员踩了冤歪的许家就跑了,第二天许家带着腰伤,依然坚守在居水小住门口,看到居水农夫送傅容出来,傅容问了安王是否见到雇员,安王说未曾见过,他一定在隐瞒什么,许家将一切告知徐静,事情苗头不清,徐静只派人盯紧居水小住,每两天玄汉派使节来恒经请求和亲,使臣就是新登基玄汉皇帝的弟弟,二王子乌塔,重大臣商议无果,最后还是安王秉奏, 才敲定和亲为上上之策,莲花山庄的庄主将雇员救回,雇员见到了柳如意的画像,他自知踏错一步万劫不复,但到底如何做才能有颜面在奈何桥边见见柳如意,庄主并没有过多的话去与他讲,只告诉他回头是岸,此次和亲乌塔,向皇帝禀明他们大王,只忠于西河郡主,皇帝略显为难,于是来问西河郡主崔婉,若他不愿便唯有一战,崔婉不愿做挑起战士的千古罪人,请皇帝容他考虑两日, 转头来又是悬梁求死,又是求淑妃的,淑妃心肠软,便帮他叫来徐静与他见面,于是这一晚西河郡主,几经赤裸地从万丈后冲向徐静, 则是把他吓得不轻,他这一生只会娶一名女子为妻,所以崔婉还是别想了,当徐静走时,崔婉被裹着被子绑在床上嚎啕大哭, 一记不成催婉退而求其次,请了皇帝命,说自己愿意和亲,编赛苦喊他不想一个人,只是需要亲平县主陪嫁,又专门恳求皇帝让苏王送亲, 回到宫中随意找了被由头打发了贴身是必肃语去淑妃宫中,这才慢慢接受自己远嫁的命运, 安王约来乌塔闲聊,但句句都话里有话,他知道玄瀚大王不问男女失事,可乌塔却称大王钟情于西河郡主, 乌塔也听得出他想要和亲途中害肃王,两人都不过问缘由,这中间不过是一场, 彻头彻尾的交易罢了,亲至做不易,记得关注我看下一集哦。